我解释的恋爱脑 当初不顾全家反对 嫁给了渣男 可是不过三年 就被渣男一家欺负的 没有了为人养 后来我姐终于醒悟了 把渣男一家扫地出门 我解释的恋爱脑 当初不顾全家人的反对 执意嫁给了一穷二白的李洪伟 昨天晚上 我跟我姐打视频电话 突然发现了 她罗头的位置有一块淤青 虽然被头发遮掩住了 但还是隐约地被我看到了 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然而姐姐的举动却很奇怪 一直在转移话题 说些有的没的 我才知晓自己肯定没看错 我姐也肯定是被欺负了 问到最后 姐姐竟然小声地哭了起来 她呜咽地说 莉莉 我想离婚 我本想问她具体发生了什么 可她却直接挂断了视频通话 过了好一会 她才说自己太累了 情绪有点崩溃 让我不要担心 我不相信 更加笃定她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我叫李莉 我姐叫李娜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 胆情很好 虽然是亲姐妹 但我们性格却是千差万别 我姐姐温柔善良 做人和气 是典型的别人家孩子 我却是小炮帐 一点就炸 因为这个 小时候我跟别人打架 我姐可没钱的人说好话 三年前 我姐突然说要结婚 南方是她的大学同学 叫李洪伟 也是农村来的 家境贫困 也没什么大本事 就是一张嘴会说好话 我见她的第一面 就不喜欢 但当时姐姐说 李洪伟对她很好 我也就把我干涉了 父母虽然口中反对 但因为对我们姐俩有亏欠 又怕我姐钻牛角尖 所以即使在不太赞同的情况下 也还是丢我姐 买了套房子做陪嫁 可是我是打死都没想到 李洪伟这个得了便宜的 不仅没有好好对我姐 竟然还敢欺负她 这让我怎么能接受 一想到我姐头上的伤 我就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订了车票 来到了姐姐在的城市 因为路途比较长 等我到的时候 基本已经到晚上了 我来到姐姐的房子门口 敲了几声都没有人音 我就纳闷 要给姐姐打电话 突然门支扭一声响了 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 看见我她还挺意外 你是淡傻的 我你谁呀 我姐呢 她这才反应过来 朝门里边喊了一声 李娜 我姐硬了一声 走了出来 我很难相信 这个穿得拉里拉遢 头发乱糟糟 还围着围裙的女人 是我那漂亮貌美的姐姐 几个月未见 她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姐姐看到我很高兴 把我迎进屋里 我这才注意到 这个家除了刚才那样陌生女人 还有个销售的老太太 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孩 姐姐偷渡告诉我 这是她的婆婆 大姑子和她的孩子 那你 这是把整个家都搬来了 李洪伟 这人不地道啊 当初说 要把我姐当地心肝宝贝供着 现在却让她 跟着老妈子一样 伺候她老妈和她姐 别以为我没看到 我来的时候 他们几个都在客厅上 沙发上看电视 就有姐姐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 一想到这里 我就一肚子气 我和姐姐正在屋里说着话 门忽然就推开了 李洪伟她姐露出一个脑袋 还不赶紧出来做饭 都几点了 小宝都饿了 还在那说话 没点眼力见 说着她看了眼我 那意思很明显 是觉得我没有眼力见了 这欺负人真是欺负到架了 观念是 我姐就真的打算 撸起袖子 去外边做饭小丽 你先在这些一会 等我做好饭了 再跟你聊 比洪伟她姐 还一边磕的瓜子 一边催促 台股一会做红烧的吧 妈爱吃 她妈的 还得她挑上了 能耐的呀 当得我这娘大人的面 都敢比我气瘦 私下里不知道 还怎么欺负她呢 特别是她姐那 贼眉鼠眼的样子 可真令人讨厌 我一把扯过 准备出去的姐姐 怎么啊 你没长手啊 自己不能做饭吃啊 那李洪伟的姐姐李洪梅 看见我开口 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 结巴到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说着 还用手指着我的脸 我一把 用手伸到她的手指 咋的 你还想骂我的嘴缝上啊 我说话不说话 还得让你批准啊 你谁啊 啥官啊 指使谁干活呢 你 在我姐家 还敢欺负我姐 要不要脸啊 李洪梅白着脸 你你你 你什么你 不会说话别说 我还正打算继续说 低头一看 袖子被我姐扯住了 她对我摇了摇头 示意我别说了 正好此时 李洪伟他妈 我姐的婆婆 赵春芳走了过来 她先是怒斥了 几句李洪梅 然后又转头 笑着朝我们说 娜娜 你姐不会说话 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呀 今天妹妹过来 就先松开一天 让你姐做饭 赵春芳一脸的 慈善样子 我却清楚地感觉到 我姐浑身一颤 我就知道 这个婆婆不简单 应该是的 笑面虎的人物 不过晚上时间已经满了 我也不想跟她 唠叨这些 直接带着我姐 去了外边饭店吃饭 席间我姐 一直搭拉着脸 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这才知道 原来李洪伟 他妈半年前 就已经搬来 他们的新家了 而李洪梅 却是一个月前过来的 她离婚了 被南方扫地出门后 又不想 在老家顾苦日子 就来了我挤着 夜来就不走了 比洪梅这人 一肚子的坏水 粗鄙不堪 她自己之前 被自己的婆婆欺负 离了婚 现在来了我姐 觉得自己翻身 浓母把歌唱了 不说安安生生的 却竟想些坏点子 来折磨我姐 假设我姐 稍微有些不配合 她就要说 我姐有二心 不待见他们这些 从乡下来的穷亲戚 她跟她妈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把我姐耍得团团转 而李洪梅的儿子 也是个熊孩子 调皮捣蛋不说 也学着他们家的人 在家里作威作福 上次我姐 我头上的伤 就是她在地上 扔了玻璃球 又被我姐 踩了摔倒的 总之 这一家子 全都是凡人精 我尝试着问姐姐 那李洪梅 对你咋样 我姐的脸色更白了 她从前对我很好 可最近 最近她 姐姐说到此处略有哽咽 她越来越不耐烦了 我们吵架的次数 也越来越多了 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日子为什么会过成这样 明明之前我们还好好的 莉莉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真的想离婚了算了 看了我姐的样子 我真的心痛极了 小时候家里穷 父母都在外边打工 爸妈把我和姐姐送回了老家 爷爷奶奶有些重男轻女 对我和姐姐并没有多好 反而拿着我爸妈给的钱 养舒适家的弟弟 那个时候她温柔又坚韧 又好吃的 好看的衣服 她总会亮给我 因为姐姐的保护 即使没有爸妈 我的童年过得还算快乐 后来爸妈条件好了 把我们接到了城里 我们也有了好的物质条件 可是 或许是年少时的缺失 我和姐姐对于婚姻 呈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我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 姐姐却是婚姻的向往者 她和李洪伟谈恋爱那回 我就不看好 毕竟李洪伟虽然长得人模狗样 但既抠门又有些自傲 小心思又多 凭了几句话 就想把我姐姐红走 当初我和家人反对 等来姐姐也已经打算放弃 可那李洪伟三天两头地 在我家楼下站着 还爱演着深情的戏码 日子长啊 我姐又心软了 后来谈结婚的时候 她说他们家穷 估计是给不了彩礼和三斤了 不仅如此 连婚宴可能都有些勉强 当然如果我们家 非得要这些仪式的话 她也可以去贷款 但是日后那些账 就得我姐跟她一起还了 正常人听了这些话 肯定就避而远之了 但当时我姐也不知道 是被灌了什么迷魂汤 就这样还跟她领了众 到底是亲女儿 我爸妈还是爱我姐的 套劫以后受苦 特意给她买了房子做陪嫁 三室一停 还是在市中心的位置 原以为李洪伟会 看的这些上边 对我姐好点 可没想到 这还没多长时间 她就把她妈和她那 刹千刀姐姐接了过来 难不成她是觉得 我们家没人了 这才肆意欺辱 可是我姐受冤种 我却不是好惹的 看的时间满了 我和姐姐就回了家 爆满那会 李洪伟去上班去了 没在家 最后已经回来了 看到我姐的时候 她脱口而出了一句脏话 你死哪去了 这么满才回来 我清楚地看到她脸上的怒火 再看到我的一瞬间僵住了 她有些肝大的脑头 莉莉 也来了 我冷笑了一下 讽刺她 怎么我来不了啊 刚才你是想骂我姐 李洪伟讨好的说 我怎么敢呢 我爱你姐还来不及呢 她让出门口 我跟我姐走出客厅 发现买上的剩菜剩饭 还摆在桌子上 李洪梅正在沙发上看电视 看着我们进来 她切了一声 指使道 李娜 你赶紧把桌子上收拾了 都几点了才回来 真该让我弟弟 点你立立规矩 免得你在外边 对我弟弟沾花惹草 这明显是觉得 她弟弟回来了 有人撑腰了 再一看 我姐已经准备去收拾了 我一把扯过她的袖子 李洪伟 这就是你家的光荣传统 吃完饭了不收拾 都懂我姐呢是吧 咋的 你们全家是都手没脚 全靠着我姐这个全活人 李洪伟呵呵地笑 这不是娜娜 这这没工作吗 家里就她还清闲点 哦 是吗 我依样怪气到 我咋看你姐白天 也在家闲的的 她是带啥工作的 对了 还有你妈 李洪伟实在是没理由了 也收不过我 只好给她解释眼色 让她解去收拾 而我早就拉着我挤进屋了 卧室只有一张门 还能清楚地听到李洪伟的抱怨 你看她被你灌成什么样啊 你可得管管啊 小伟 可不能让她骑在你的脖子上拉屎 咱们家是娶了媳妇 可不是娶了祖宗过来 我贴在门口 听见李洪伟压低声音说 她妹妹在呢 姐你就安生几天 等她妹妹走了 你再让她干活 行 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她 对了 她妹妹要在这住几天来着 弄不丁的家里住生人 还挺难受 听了这话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我姐夫过得这是啥日子啊 我冲了出去 勾了勾唇 原来平时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是这么欺负我姐呢呀 我环视了下四周 打量的房子 哎哟 我记得这房本上 写的是我姐的名字吧 既然房本上写的是我姐的名字 那就是我姐的房子 那我这个妹妹 想住到什么时候 就住到什么时候 对吧 姐夫 李洪伟脸色铁青 从牙缝里蹦出了 你说得对 看她这样 我更加高兴了 那就劳烦姐夫这段时间 在客厅沙发上睡了 说完 我扭头又进了房间 关门 人以为他们会顾忌 我在这里 做做面子工程也好 哪知道他们现在 竟然连装路不装 竟然就这么赤裸裸地 排挤我姐 我走向在床头 坐着的姐姐 握住她擦眼泪的手 姐 你放心 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你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在我姐这待一段时间 如果我姐 还想继续跟李洪伟过 我就帮她搞定 她大姑子和婆婆 如果我姐不想 跟李洪伟过了 那就太好了 我就直接亲密门户了 这是前凭我姐怎么想 我虽然 是她的亲妹妹 但到底 不能替她过自己的日子 第二天一大早 我一睁开眼 姐姐就没在身边了 我走出去后 发现她在做早饭 李洪伟的一家 真的是很贪婪 很蠢 昨天才刚在我这里 吃过瓜落 这才过了一晚上 又忘了 他们在饭桌上 就开始抨击我姐 首先出场的是李洪梅 哎 真不是我说 李娜 你这鸡蛋饼烙得太硬了 你咋做的 也不知道上点心 这家里老的老 小的小 你做这是得谁吃的 是不是每天不说说你 你就上天了 接下来出马的 是李洪伟他妈 赵春芳 今天做了不少 明天做的 软点不就行了吗 红梅 你也别这么挑剔 等中午 让娜娜 给你包三菜馅的饺子 那叫一地道 她说完后 咬了一口鸡蛋饼 不过呀 娜娜 你今天做的这饼 确实有点美味 下次再多放点盐 最后下结论的是李洪伟 娜娜 你现在重新红面 再做一份 怎么搞的 这么粗心 又硬又淡 你让大家怎么吃 比红梅和赵春芳 听见李洪伟发话后 彼此交换了的眼神 低头窃笑 看见这一幕 我实在忍不了了 从厨房端来一瓢水 和一把盐 撒在他们仨的饭碼里 这下 符合你们口味了吧 比红伟估计是觉得 对我下了面子 立马拍的桌子站了起来 威胁道 我们家的事 不用你管 我把桌子拍得更想 你们敢做见我姐 这事就归我敢 李洪伟扬起了巴掌 我起见状 立马挡在我前边 李洪伟 你敢当我妹一下 我就跟你离婚 李洪伟大概是第一次 见我姐发火 愣了半天 最后气气地说 我就吓唬吓唬她 我算是看明白了 李洪伟这人 就是个耸包蛋 我李恨 你要是比她弱 她就使勁地欺负你 你要是强硬起来 她反倒是不敢说什么了 这种欺软怕硬的东西 但我姐夫 我都嫌丢人 吃完饭后 我也找我姐聊了一次 其实我姐现在 对她们也已经烦透了 但是生性性子怯弱 做不出像我这样的举动 至于李洪伟 她还抱于一丝幻想 毕竟是从学生时代走过的人 也是真真切切地爱过的 况且李洪伟 她妈和她妹妹来的时候 确实对我姐还可以 也因此 我姐总是觉得 假设有一天 李洪伟的家人 不再只手画脚啊 这家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或许他们就会 回到过去的生活 对此 我持怀疑的态度 李洪伟他们一家 这明显是坏到根上了 她妈和她姐的行为 说到底 也是在她的默许下 才会发生的 我会想办法 让我姐看到 李洪伟的真面目 后来的几天 因为有我护着 我姐明显高兴了许多 笑容都多了 我们白天就出去逛门街 买买东西 晚上吃完饭再回来 偶尔还要 跟他们奇葩的一家 逗得嘴 李说还挺热闹 我也算是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与人度 其乐无穷了 每次看到李洪伟一家 看不上我 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我都暗自得意 特别是我跟我姐逛街 买完衣服回来 李洪梅的眼睛里 极度地都要冒出花了 酸溜溜的 哎哟 花我弟弟的钱可真舍得 我自己都不舍得买 这天天买得花多少钱啊 我得说说小伟 哪能这么花钱啊 我姐这段时间 天天看我跟李洪梅干账 都熏陶了 再加上 估计是觉得我也在这吧 也有了点底气 直接呛声 我花我自己的钱 关李洪伟什么事 再说吧 就算我花的是李洪伟的钱 那也不是应该的吗 男人要是连媳妇 买衣服的钱都挣不来 那也太没用了吧 大姐 你是不是自己离婚了 却想把弟弟也闹腾离婚了 你要是再胡咧咧 趁早离开我的家 李洪梅被戳了伤口 呜呜地哭着去找他妈告状了 不一会 他妈也来了 一开口就是指责 娜娜 你说得太过分了 怎么专往人心窝子上渣 你姐离婚这是 以后不许提了 这个家不只是你的家 也是洪伟的家 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把你姐赶走的话 我姐脸色变得没变 哦 是吗 直接让李洪伟他妈的话堵在了嗓子口 我悄悄给我姐竖起了的大母哥 等他们走后 我问我姐你咋突然之愣起来了 我姐羞涩地笑了笑也没啥 就是觉得对人挺爽的 他顿了一下以前 我是被猪油萌了心了 总是害怕他们 你来了以后 我才发现 他们没什么可怕的 你越是软弱 他们越是欺负你 你自己要是强硬起来 他们也就处了 我听到我姐的结论 觉得不错 人都是这样 不断地试探你的底线 等他们发现你退无可退的时候 就会张狂起来 可是 他们不知道有句话 叫做兔子急了 也是会咬人的 我姐便是这样 看了我姐这几天的改变 我终于在她身上 看到她小时候的神勇样子 小时候 爸妈不在家 邻居我小胖子经常欺负我 我姐虽然温柔 但是看到我被欺负 就会去打那一小胖子 有一次 她追着那一小胖子 追了三朝街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欺负李娜倒是没事 可若是欺负她妹妹 李娜是不会饶过你的 此后的几天 日子也没什么特别的 无非就是李红梅故意招惹我 我在狠狠对回去的故事 然后李红梅她妈在充当好人 何事老 来回反复 我都累了 他们却乐此不疲 仿佛每天不被我骂上 几回就浑身不舒服一样 与此同时 李红梅也开始对我暗示 莉莉 你是不是该回去了 这家里你也待了这么久了 是不是得回去看看 你说我这老猪客厅 也不是这么回事啊 我跟你姐 你开始不 我选择装傻 要不 姐夫 你让你姐也回去呗 你说呢 这大姑子成天住弟弟家 也不合适啊 要不 我跟你妈和你姐一起走 李红梅不说话了 不过我确实是打算回去几天 我做的虽然是自由职业 但是偶尔也会去跟客户对对需求 再加上 我姐现在 似乎也能应付得了 李红梅和赵淑芬了 我想呢 等我想办法 把她俩从我姐的家里 担出去后 也就不管了 日子终归是我姐在过 然而我没想到 比红梅出轨了 她的小三还怀孕了 上门逼宫来了 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不在家 出门买东西去了 反正等我回来的时候 家里已经乱成一团 李红梅脸上 顶了几道指甲印子 站在一边 李红梅和赵春芳 正一人一个胳膊 抓着我姐 再看我姐满脸泪水 气不成声 我一个见不过来 把这牙角石筋推倒在地 然后问我姐咋了 我姐捂着脸 痛苦的声音从指缝里传来 李红伟 她 她出轨了 那小三都找上门来了 肚子都显怀了 呜呜 李红伟 就这货 除了我姐 还有别的女的药 难不成那个女的也眼瞎了 我虽然这么想的 却不敢这么说 还好我姐这次比较决绝 我们离婚 你们一家子 全都搬出我的家 李红伟还在诡辩 娜娜 我那次真的是喝醉了呀 我爱的只有你 我是被人设计了 你要相信我呀 眼看着我姐并不信她的鬼话 她就开始胡搅蛮缠 她妈的 都怪你 本来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 你来了以后 你姐弟天天跟我闹 要不是我们分房睡 我能出轨吗 我 又要背锅了 真是太无耻了 我正想着怎么骂她 我姐已经上了 李红伟 你别满嘴喷粪了 那女的都怀孕三个月了 我妹难道是三个月前来的 自己出轨 就不要找理由 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 我姐好不容易霸气了一回 我可不能给她扯后腿 直接进屋 就把李红伟她妈 还有她姐的东西给扯了出来 她们自然是不愿意 然后又闹成一团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也算是撕破脸了 我也不用再给她们留脸面 我姐这次真的被气狠了 呼吱呼吱地喘气 前几天好不容易养了一些肉 又掉了下去 整个人像是被精神耗尽的老太太 李红伟一家 也实在是脸皮厚至极 硬是藏在房子里不出来 似乎不走 我正打算找几个朋友 把他们给拖出去 小三约我姐见面了 地点约在了咖啡厅 我和我姐到的时候 那小三已经坐在卡座上了 听我姐说 这小三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可我看着她浓妆艳抹的脸 和一身时尚打扮 以及那七八厘米的高跟鞋 怎么总觉得有些不靠谱呢 我忍不住地朝她的肚子瞥了一眼 立马被她捕捉到了 小三张开血红的小嘴巴 嘿 别丑了 肚子还能有甲 我这肚子里可是李红伟的肿 我能感觉到我姐瞬间绷紧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小三一边用手搅和着咖啡 一边说 别我小一年了吧 那时候小三信呆乐祸地笑了一下 姐姐 不是我说你 你也该好好打扮打扮自己 红伟说了 你平时穿得都老妈子一样 妆也不化 身材又臃肿 她说啊 你在床上就跟一根木头一样 硬邦邦的 嘿嘿 我姐听了这侮辱性的话语 硬生生地 把前两天刚做的美甲崩断了 比红伟太过分了 竟然这么说我姐 而据小三讲述 她和李红伟认识已经一年多 但是最近半年多才搞上的 她们认识的地点是在贴TV 小三是贴TV的公主 现在她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要我姐离婚 然后她的李红伟结婚 而且她似乎以为 我姐的房子是李红伟的 她抨击我姐是又老又丑的家庭主妇 啥本事没有 老公都笼摸不住 连的孩子都不会生 我看了我姐悲痛欲绝的样子 手一抖 没忍住把咖啡泼在了小三的头上 那小三立马站了起来 用指尖手忙脚乱地擦着 嘴里还不干不净 你干什么 信不信我报警我微微一笑 你来报呀 让警察看看 你这种破坏人 家庭的小贱人长什么样 脸皮有多厚 我的声音并不低 所以周围的能很清楚 可以听到我的话 他们纷纷抬头 用鄙视的眼神看着小三 小三最后也招架不住 灰溜溜地逃走了 经此一战 我姐也算是彻底死心了 如果说当初李红伟 他妈和他姐的 欺负我姐的行为 他可能还抱了一丝幻想 那现在应该算是 彻底被激怒了 特别是李红伟 既然在小三面前 这么说我姐 这是极大的羞辱 我姐爆发了 她恶狠狠地对我说 莉莉 我要跟李红伟离婚 我要让她身败名裂 其实我姐多虑了 李红伟哪有什么名 也就是我姐之前傻 才觉得她是香伯伯 她无分是有个好皮囊 又有一份看起来 体面的工作罢了 我姐黑化了 她化身为了牛蛊鹿 李纳 于是 我的任务就简单了许多 只需要听她调请就可以 我姐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调查清楚小三的底细 我虽不才 但就是各种朋友多 做私家侦探的 刚好有一个 经过了解后 我的三观再次破裂 原来这小三 还是颇为苦命的存在 从小没爸没妈 是在亲戚家长大的 后来高中毕业后 她就出来打工了 做过服务员 调酒师 贴TV公主等 这不是最主要的 更重要的是 她好像不止一的男朋友 在跟李红伟偷情期间 她还有别的出轨对象 所以说她肚子里的孩子 或许也可能是别的男人的 当然这个事的话 估计还只有小三知道 我们也只是猜测 小三目前的情况 就是年纪大了 想找我冤大头嫁了 刚好李红伟出现了 在外人探来 李红伟勉强也算是 的潜力骨吧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还在一线城市有房 殊不知 这个房子是我姐的 说实话 我都有点想早点看到 小三鸡飞蛋打 狗摇狗一嘴毛的场面了 知道李红伟这个抠门 并没有给小三什么夫妻 共同财产后 我们就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 要说李红伟这人 真的脸皮很厚 到这个地步了 还一直说自己是冤枉的 是珍惜爱我姐的 只是犯了一个天下 男人都犯的错而已 只要这次原谅他 下次可能不会再犯了 而且他还赖在家里 不肯走 也不肯去民政局 不止他 他的那个妈 还有他的那个姐也是如此 就像一个狗皮羔羊 沿住我们了 想想 我们也不能太地道啊 于是我就晃悠到了 李红伟的公司 别看他在家 赘得二五八万一样 在公司可是上街 好青年一美 为了升职 他是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我要是把他工作 给搅和了 我不信他不着急 古不其然 我刚在前台登记完 李红伟就一路小跑出来了 李立 你怎么跑我公司来了 我露出了个狡黠的微笑 自然是宣传下 你的光荣事迹 听说你们领导挺看重你哈 你说 我要是把你出轨 这是捅出去怎么样 说着 我从包里拿出了个小喇叭 就要吆喝起来 李红伟见状 立马求劳 别别别 大家都是一家人 做事何必那么绝呢 我告诉你 我还有更绝的呢 我打开手机录音 正是那天去咖啡店录的 那天小三妹的气我们 特意说了好多 他们在床上的细节 我俩了笑意 李红伟 我劝你早点跟我姐离婚 想整你 方法我多的是 别到最后 人才两失 自从去了李红伟公司一趟后 我就爱上了这种感觉 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 别提多好玩啊 有一次我俩在门口聊的时候 刚好碰见他领导 当时他那狗腿子的馋妹样 差也把我心的赏午饭都吐出来了 与此同时 小三那里也拿着怀孕报告 向李红伟施压 两头夹击下 李红伟终于扛不住 松口跟我姐离了婚 值得一提的是 拿完正的那天 李红伟他妈和他姐 还准备赖在我几家不走 我直接找朋友把他们的东西丢了出去 时隔多日 我姐终于露出了笑言 她愤恨地说 莉莉 你说我以前眼睛是不是被使忽住了 怎么看上得这么玩呀 我硬喝的是 你确实是被使忽住了 你之前不还说李红伟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吗 听见我说她的非历史 我姐翻了白眼 那会年纪小 都懂事 脑子进水了 你现在可别说这个了 恶心说着 做出了诱的动作 看见我姐能走出来 我还是挺高兴的 我姐这人心思重 喜欢嘛什么事都藏在心里 又因为是长女的缘故 从小就照顾我 养成了一副勤劳的习惯 如果遇到了对的人 那指定是皆大欢喜 但如果遇到那种不讲理的人家 肯定会受欺负 当时我们全家不同意我姐家的李红伟 就是觉得 她吸引太多了 把我姐哄得一愣一愣的 差点登家里决裂 若是真心爱你的人 怎么会舍得让你登家里闹翻呢 还好现在 也算是及时止损了 我姐还年轻 以后还有大把的美好时光 当然 这事还没麻 比红伟一家的脑回路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跟我姐离婚后 她还是同小区住 只不过这次她是租的房 我偷偷地打听过 三个大人 一个孩子租了一间主卧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 不过想想李红伟工资不高 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可是一线城市 寸土寸金的地 即使是一家主卧 也要好几千块钱呢 当然 估计也跟这日小区 离他们公司比较近有关系 想当初爸妈给我姐买房 可是千挑万选的 本来想买另外一个小区 是李红伟说 这边离她的单位近 最后才买到这的 前面说了 那小三以为李红伟是有房一族 等李红伟离婚了 他才知道那房的是我姐的 小三当即就不愿意了 让李红伟重新买一套 一线城市买房 那可不是小数目 李红伟哪里有那钱 小三一看 李红伟估计也没什么家底 还得跟乡下的婆婆 和大姑姐一起住 脑袋一转 坏了心思 他让李红伟给他三十万 打开外家精神损失 和身体休养 李红伟不愿意 那小三就用我当时的那一套 当即闹到了李红伟的公司 虽然作风问题在现代社会很常见 但因为他们公司的老板 是的老婆母 特别不待见这种出轨的 特别是像李红伟这种 又跟小三盪上了的 于是就把他开除了 李红伟最珍重的工作被搞掉了 彻底发疯了 和小三扭打到了一起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三的孩子就流产了 李红伟被关进了看守所 后来听说李红伟和小三和解了 也不知道是赔了多少钱 他这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彻底完满了 这段时间就业形势不好 他前几天又一直处在舒适区 现在想找一个满意的工作 可是难上加难 当然 这还不是最惨的 李红伟的外甥 李红伟的儿子小宝 被宠了没个样 有一天待外边满的时候 哪要是把小区里的车 挨个滑了得便 不仅如此 他还把一辆劳斯莱斯的小金人 给掰了下来 这熊孩子办了错事 还拿着罪证 在小区里沾沾自喜 被别人探见 直接报警了 李红伟还想撒布打滚 遮掩过去 可别人才不会惯的他呢 十几辆车 那可是要不少钱呢 这下够他们喝一壶了 小区的业主群里 还一直讨论 要把他们赶出去 毕竟家家户户都有车 只要熊孩子在一天 他们的爱车就危险一天 当然 其实不用他们胆 比红伟一家也待不下去了 他们一家子挨这个的 去警察局溜了一圈 哪还有脸住下去 更别提李红伟失业了 这租金又不便宜 说来也有趣 比红伟一无所有了 又想回来找我姐了 还说到底是夫妻一场 也该有点情分 也不知道 他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 我姐当然不会答应他 我们准备卖房了 我姐说 当初在这里买房 本来就是 迁就李红伟多一些 现在离婚了 他也不想孤零零地 在这城市待着 而且谁知道 以后李红伟有什么幺蛾子 因为位置不错 又是学区房 房子挂上去没多久 就卖了出去 一人来 两人归 我跟我姐一起回了老家 后来又过了几年 我姐重新遇到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爱他护他 看起来都比之前的一个 靠谱了许多 最主要的是 我姐也彪悍开朗了许多 其实在婚姻中 很多罪都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你勇于反抗 敢于发声 没人轻易招惹你 之前我姐不懂 所以处处受欺负 现在她悟了 所以可以过得很潇洒